其实还有听另外一个节目 不只是说我关心 我觉得各位在热点上面的网友们都特别关心 胡歌那个节目太棒了 对 是的是的 现在网上非常流行 包括我们现在网友非常喜欢的 也特别很适合我们大众的 就是微电影的形式 为什么要这种形式呢 首先它的传播力度非常的强 而且因为我们电视 我们所强有力的这种电影手感的 这种质感的方式 双重力量来体现我们这个节目的 可是不是能够引起我们网友这种共鸣 引起我们观众的共鸣 所以我们也是一种尝试的手段 我在前期跟我们这个团队 包括我们的视频团队 和我们整个这个策划团队 来一起合作 把这个节目怎么能够做得更好 其实也遇到过很多的困难 刚开始想过 怎么去承接这个英雄的 包括当代英雄这种概念呢 我们想过 我们是不是应该请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用这个演员 他整个这个视角 来把我们整个这个节目贯穿始终 就是革命的英雄 这么一个我我对话的概念 蛮的引出我们现在当下里 很多一些平民英雄 所以我想这个节目里头 我们想体现的 就是想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寓意 而且我觉得能感受到 就是胡歌学的本身参与这个节目的深度 也非常的同 是的 是的 他不是说就是只是来演一个这个节目的一个角色 是的 是的 非常投入 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跟网友们交流的就一点 就是我们当时在就是设想这个节目的时候 首先我们想从这个视觉上 就刚才我跟大家也说过了 我们用种微电影的形式 用电影的这种质感 把我们所想要的这些思想内容 把它阐述进去 这是从视觉上 那么我们还想听觉上 一想这个片子听觉是怎么产现呢 首先胡歌的声音它很特别 它很有质感 我们想通过胡歌的这个声音的这种传释 包括看过我们这个片子也知道 我们整个这个音乐里边有很多的音乐的陪衬 它整个是缓缓紧扣一缓 整个把我们这个片子推向高手 这音乐质感也非常好 那么从胡歌的声音 以及我们音乐整个这个双重的这个元素的碰撞和结合以后 把我们这个片子整个质感就推出来了 这是这两个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胡歌本身的参与 像给大家前期也爆料一下 就是当时因为胡歌特别特别的忙 他就是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 他一听我们这个选题 包括也是国庆晚会 因为我跟胡歌已经是二度的合作了 去年国庆他就参与 但是他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参与的 那么这次我就说我邀请你来 是用你演员本身的这个视觉效果去为我们阐述这个片子的感觉 所以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愿意跟我们合作 当时也是在他百忙之中抽出了四个小时 说给我们四个小时 这个让我们去把这个片子拍的 拍的这个能够陷入时间里头把它拍的更好 但是我们在创作当中的时候 四个小时 咱们都是搞电视的 四个小时对于我们来说太难了 因为首先我们这个外拍的导演 这个画面里面大家看到了 你看所有的这个画面的设计 我们外拍团队 你像这个是我们外拍导演王科 整个全程这个镜头的这个设计 还有我们这个东亮 像我们东亮是我们就所谓的视觉总监 他整个这个创意是他整个一个前期的一个创意的方式 所以通过我们这些很优秀的这个团队 你看所有镜头都是讲究的 所以我当时跟虎哥 我们团队跟虎哥交流 交流和说的时候 就是说四个小时很难 那么现场拍摄当中的时候 当拍到一半是虎哥说 他推掉了所有的戏 当天所有的戏 他说他不去了 他要全身投入到我们这个片子当中 所以他整整给我的九到十个小时的时间 完成了所有的这个拍摄的理念 而且在跟他沟通 他其实很好 就刚才我所交代的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 完了以后 其实我们这个片子里 还融入他的一个二度创作 尤其是人物的 你看尤其这个人物的对话 包括和我们小姑娘 和我们现场这个群演的一些对话 完了以后来引申出来 他怎么去通过他自身的这种特点的这种情怀 把我们片子一下升华出去 我们相信大家都会鼓掌 谢谢 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在看视频的时候啊 这边我们一点没写着 唱片导演在接受我们的十万为什么反应 大家这种怎么做到的 对吧 这个刚才录音录下来的话 然后伴着这个一起伴听的话 这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过程 就一个reaction的一个过程 刚才郭老师一直在问怎么做到的 各种的自己和自己的对话 是吧 包括同一个时空里面面对面的 包括最后那个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相信 对这种其实就是一个燃点 就是我们这个片最后的高潮 就想告诉观众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个平凡人都是了不起的 谢谢大家